我是赵邝康 欢迎你来到赵邝康视频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简少年先生 谈他的新书 简少年 现代生活算命书 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从来不谈命像 在我们节目里面 也从来没有去访问过 这么算命的书 怎么谈算命书呢 但是我因为翻了 翻了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 满从现代的观念 比如说 这个传统怎么讲 但是以现在的看法呢 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哎呀我觉得 这个跟 跟一般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约了 这个简先来跟我们谈他这本书 现代生活算命 现代生活 先想请教简先就说 你为 就是说你这么年轻 我看你说 你 这个说自小就展 展现对玄学命理的高度天分 而且从各 大师学 指挥抖树 销香面向 东霖姓民学 风水等等 20岁 就拜入这个 大师名校 你怎么会有兴趣的 为什么那么小就那么年轻 你看你现在很多 上面年纪都蛮大的 老先生的老太太 你为什么那么小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对算命 我觉得首先 首先我觉得这次感谢我妈了 因为我们家是一个佛教狂热 很严重的 家庭 是 就例如说我生病一定是 第一步是先喝大杯水 然后我们家我功课要变好一定是先念经 所以我从小对命这件事就是 根深蒂雾造脑海人是有命的 然后英国报应的这件事情 那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忽然在我阿易家就是发现了一个指挥抖树书的书 然后我发现说我把我的深层八字输进去真的会准 我就很震撼 我觉得人命原来是可以被 被预测和一种判断的 那如果在英国逻辑上好像也蛮合理的 那我们就 开始收集全班这个 同学的深层八字开始算 然后后来发现真的会准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 一直往下 这是一个起点 是真的会准 真的会准 就是说他可以推估出一些东西来 然后那些东西来已经你会发现说 A同学跟B同学比较合 或他们偷偷谈恋爱 真的是在指挥抖树上是看得出来 真的 对了所以就蛮有趣的 那 那你有些 就是说你觉得传统跟现代的 可以给他一个新的解释 那么讲这到底是 你怎么怎么想出来的 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比较有趣 例如说 传统的这个这个中国的命向学 是很富全的 讲讲说就是不讨论女生 然后呢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但是很多客人都问我 老师这个渣男怎么看 那你会反显古书里面不讨论渣男 没有渣男 对没有渣男 对三七四切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那如果到现代要怎么样改变 我们就开始去反推一些逻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更有趣的是 他有一些底层的思维 就是 我才发现古人说的不完全是对的 因为是那个时代背景底下的答案 套到现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然后从中你就会知道 原来以前古代说是叫客服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女企业家 然后才发现要套到现代的时候有超多需要转换的 那不只是面向 包含可能风水也是 以前风水的时候我们做很多是古代都是平房嘛 所以要讨论是平房的风水 但到了现在高楼大厦18楼就变得比较特别了 你在12楼的时候难道跟1楼是一样的吗 然后我就开始反思和尝试之后发现 真的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例如说 以前大家想的是要这个 我们讲要有财位 对不对 旺财 或说有一个文昌位 旺读书 但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说 在这个高楼大厦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收阳台效果 比财位去什么补财更有效 所以把你家的这个阳台收干净你运气马上就变好了 那这就是现代生活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你这书里在强调很多整洁是蛮重要的 乱七八糟丢是不行的 对因为古人东西少 现代人东西多吗 所以你多一多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流派里面会认为 阳台就是你的大门 古代四合院的大门 因为现在的人的住宅公寓门很小 可是阳台很大 所以你其实收好你家小门口 可是大门口很乱 这反而是在这个气上面 不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整 让大家很快速的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好 所以小门口大门口都要整洁才对 对但是小门口 很多人乱七八糟 鞋子就那个门口 然后阳台上搞乱七八糟 很多人都这样子 没错没错 尤其现代人的鞋子特别多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买超级多鞋 都还是要收好 对 然后后阳台很重要 很多人会 看了我的书把前阳台收好 就堆后阳台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后阳台其实代表的是 他还是一个进气的位置 所以你只是把你的问题从A地方挪到了B地方 所以你收拾干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就是我们的听众可以 注意 整洁 前后阳台门口 房里面也是都要收好了 是 首相 因为我们常常看面相 什么 到底没有多少流派 算没有多少流派 我觉得应该有上千上万 为什么是这样出来 原因是因为 通常是一个老师会三招 他生了三个小孩各交一招 他不会兜交就是了 不会兜交 因为怕彼此竞争 然后这三个小孩 各自的这一招又再生三个小孩 他又再分成三招 所以就越来越多 对但其实原始来说都是同一招 只是后来越分越细 然后彼此的隔阂就越来越大 所以当你要知道原始最早最早 那个祖师爷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你就需要学 每一招学完 你才会理解 原来他们在讲同一件事 只是他把它拆得很细 那还是这样 那 这个 就是说你在台湾来讲 一般来讲 有很多人在看 各种不同的方式 有什么看首相的 看面相的 看紫围抖数的 八字的 铁板神算的 什么 还有西洋的 看这个 占星的 水晶球 都有了 都 各有各的特色的 还是有些 像你们认为说 只有我们准其他人是不准的 也没有 应该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人 然后延伸不同的解释 举例来说大家通常最常问我们说老师你觉得星座准吗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因为是因为它是一个战流派的 战文化的东西 那星座准不准 星座准啊 只是为什么星座大家觉得看起来没有那么准 好像断不定 其实大家理解这个星座的历史 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12星座 他是大概在200年前的时候做了一个改革 那个改革是基于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是基于人类历史上的一种 多元性 他认为人不是只有贵贱 人应该有自我的扬生 所以接下来他们的答案都会听起来很模拟两可 原因是因为人版就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改革跟我们这个东方算命数不一样的地方是东方算命数没有做这个改革 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八字好 那个八字贱 对这个难得 比较贵 这个比较穷 但是 这个改革我认为是一个现代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我书里面就有提到很多 进到现代生活里面你认知的一个修改 大概原因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 你这本书也讨论手相面相什么都有 手相 手相一般我们知道什么生命线 感情线 智慧线 大概就这些 对 但你说这个手相是 你有个叫做身体负面状态的反射 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最有确定 对我看这个书就有兴趣了为什么 负面状态呢 就是我们为了收集这个 我们为了收集这个手相的精确性 所以我们收集了各种大师的秘籍 然后此次我在大陆的时候找到一个大师 这个大师很有趣啊 他有手相进到医学 因为大陆很大嘛 所以他就全大陆去收集资料 最后最有趣的一个案例是他找到事业线 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手相上的事业线中间这一条 同天的多长多高的 对我最常被人家问说老师我没有事业线是不是我没有事业 后来呢 这个大师他的研究 我觉得让我大震撼 他说他到了 他一开始发现说每个事业线很长的人都有肺的问题 然后他就想怎么会这样 就后来他到了云南附近 有一个地方是 那个防尘矮所有人进去都得弯腰 他们在家里的时候都得弯腰这样子做事情 他发现这里面所有人的事业线都超级深长 如果今天这个人是在北京他就是大官 但他没有变大官啊 所以他就在研究为什么 后来发现 原来这个事业线长短的造成 其实跟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的时间 多长是有关系的 然后古人呢 只有读书人会服案 农夫不服案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事业 都很长很深 而且当官的也只有读书人 对所以这结局就是他们就会 这叫事业线 其实他是肺病的表征 而最后呢他在延伸出来包含很多 富的人 例如说我们常讲整个手都是 红斑的人 代表他比较富 那其实那是高血压的表现 因为古人农夫是不会高血压的 朱沙掌的 就是点点点点红红的 好命这样 不是 对所以农夫不会高血压 但是读书人吃太多吗 又不动 所以他就慢慢就是会有朱沙掌 可能都是读书人 对最后我才理解 这就是什么荣华富贵都是病 嗯 所以我就发现 也是了你现在什么 脂肪学胆固醇 他高也都是荣华富贵 痛风啊什么都是 对对对 所以才发现说 其实大家看这个线 没有也不要太焦虑 有呢 要注意健康 主要是这样 搞得半年是个负面 所以我一看啊 这跟传统讲法 完全不一样啊 很有趣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浩康视频的现场 访问了 简少年先生谈他的新书 这是时报出版的 简少年现代生活算命书 这书不后看起来蛮轻松的 很快把他看完了 那刚才谈首相 那除了 这个事业线 还有智慧线 感情线 特别女生可能很注意 感情线 生命线 生命长短 然后到底怎样 其实他代表是一个人的情绪反应 就例如说感情线 其实你会发现 这我那时候那个 那个大陆的老师也有个研究 很好笑 他说 你可以从感情线的长度 如果你发现感情线很长 上面的交叉纹很多 他小时候在餐桌上 一定很常被他妈妈骂 他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他发现 因为感情线很长 是一个肠胃不好的表层 真的啊 对这个人肠胃不好之后 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情绪 就比较敏感 然后他就比较急躁 所以他在感情上就容易感情 用事 比较难冷静下来 然后他后来还有研究说 大家通常看感情好坏 都认为跟感情线有关 但他发现在现代社会呢 跟智慧线比较有关 原因是因为你的智力高低 决定你能不能分辨渣男 和分辨渣女 如果你智力太低就想太少 那你就很容易被骗 刚讲说 大师到底台湾多还是大陆多 我觉得以平均来说 台湾一定是比较多的 因为当初这个秘籍都在台湾嘛 那大陆经历一段 我们所谓的各种运动的结果 他们只剩下很多家传的 但他们很多绝招 就是说我曾经 你会发现你在台湾买大部分算命书 写来写去内容其实不会太大落差 大家认知是差不多的 那我后来就去买了香港的 你就发现香港的认知就有很多不一样了 他们使用的模式跟当地的风俗就有很多不一样 那到大陆呢 你会发现 大陆很多书里面写的 也是还好大同小异 但是有一些老师他会的绝招 是密技 就你问他 他其实不会高 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但他这样用就是会准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那他愿意教你吗 他会暗示你 他不会说明白 然后大陆比较准的通常是八字这个技术 四柱八字 原因是因为紫围斗树是 老讲来台湾之后才开始慢慢蓬勃发展的 所以这个书一直之前都在宫廷里面 但是四柱八字在民间是一直在流传的 所以他那时候在用的时候我就会从中他从他用的技法中窥之一二 发现他的认知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 这我完全不懂 紫围斗树跟四柱八字有什么不同 紫围斗树是这个我们这个东方的占星树 他主要是拿了印度的占星树 加上他是从你生成八字来看 生成这个时间吗 是不是 都是都是 就是说 希望所有的我们叫命树 就是包括占星树等等 都是通你出生那一刻的时间来看 但是四柱八字是他用中国古代的时间 例如什么丁卯年啊 什么陈友日啊 把这时间写下来 他认为这个时间然后开始推算他的五行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技术 那八字一直在民间流传的比较多 因为他只要写四个字嘛 你不用读太多书 但是紫围斗树以前在古代用手写啊 至少得花一个小时 才能把这个命盘排出来 所以还好有电脑的技术 现在按一下两秒就有了 所以都输到电脑里面去了就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以后那个命像是不是 没什么事情干了 人家只要输个电脑就有了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我们经过就是我把这个技术带到帮很多大陆人算 然后帮香港还有英国人算美国人算以后我发现 算命在探讨的是把人类比喻成葡萄酒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1983年的法国伯根地产出葡萄酒大概什么味道 那他他大概什么味道决定他的价格和他的命运 大概是这样 虽然之后有一些细节的不同 那算命其实有点像 但是他放在不同的风土上的时候 状态是会截然不同的 因此 这个算命是价值是他对于这个风土的理解 就例如说这个命在台湾可能怎么样 会晚婚 这个命在大陆可能马上结婚了 因为他对风土的理解很深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对因为常常有人讲说 名字都叫一样的名字 有人怎么大富大贵有人很惨啊 啊生成年月日 有的都在那天生啊 或者在那个时候生啊 怎么有这么大差别呢 这为什么 我为了这件事还特别研究了这个 就是印度的算命技术 跟我们就是东方传统这个大陆的传统算命技术 中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知道大陆人这样 北京的离婚率已经到一半了 就50% 但是印度离婚率只有2% 所以同样的面相跟生成八字排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他离他不离 对因为当地的文化不一样 但你可以理解是他们在这段感情中 可能都不快乐 只是最后没有成为 没有离跟离也差不多了 其实 从某个角度 对但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合理的 例如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会算一种命啊 就说你这个命跟老公聚少离多 这沟通不良 然后他就说没有都没有 他说老师我老公是美国人 所以他就聚少离多是合理两边非嘛 沟通不良因为讲英文嘛 所以他会合理化他的困境 此时他的困境就不存在了 好那再回到首相啊 生命线 到底很多人说长才活得长短活得短 是这样吗 其实生命线是一个 类似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生命力的表征啊 但他不代表生命的结束 就是生命线比较短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概率比较高 然后你会发现你一直不断的熬夜 你的生命线的尾端会越来越多分叉 就你会越来越有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因此呢我觉得代表你的免疫系统健康的状态与否 那比较深的人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可能比较粗吧 我猜 就是不会不容易熬夜被撼动 那比较细的人就是他的熬一个夜这个文划过 他就产生了问题 长短了 越长代表这个 他的时间点可以维持越长 就说如果他长到手腕 代表你可能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你的状态都不错 但如果他很短 代表你可能从五十几岁跟年期开始 你就会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好这是首相姓名 你这边也提到前阵子鲑鱼之乱 改成鲑鱼有的改回去改不回去 忘了法律规定只能改几次 姓名真的有差别吗 这有超多人问我这问题 一开始我逻辑过不去的时候我也觉得在想 但后来我经过有一次我看到一个 一个书上写 对于一个物体的名字的认知之后 我觉得很很好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他想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像杯子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取名他叫花瓶 跟取名他叫水杯 跟取名他叫尿壶 他被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的命运就不同了 但他没有变他还是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姓名学的逻辑 就是说你的物体你还是你 你没有变 可是不同的叫法 他对于大家会有一个隐藏的认知 认知这个事情 只是通常我们不会那么直接叫什么 张英俊或是张丑丑 对不对 但是你叫张丑丑可能大家就觉得你应该长不太好看 但是我们名字可能会取出来之后 他背后其实有一个意涵 只是这意涵是一种很像潜意识的影响 你直觉看不出来但他其实在影响你 所以他还是会决定你命运的某种状态 不过本质上你还是这个杯子你不是一个铁锤 所以你不可能走到铁锤的命运 但是你可能会影响你是这个杯状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会不会发财 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我想大概算命大概就问 几种东西吗 干亲 对 这个财富 对 身体 是 我想主要大概这些 没错 那呃 你这边特别提到说后脑勺很重要 对 这为什么 你你刚刚讲看几个后脑勺 上眼瞼 然后背 背后不后 对 是不是跟我们 听观众 解释一下 听众解释 所以为什么是后脑勺 是因为 面相上面讲这个这个后脑勺 是跟祖先有关 就是会跟祖父或真祖父的状态有关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常说我们一个人运气 他就是主上积德 所以在现代社会变化这么快 有很多人瞬间报复 有很多人瞬间崩盘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很难说为什么那个报复的人不是我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讲说主上积德最重要 所以后脑勺这件事 尤其现在又有什么虚拟货币 或各种东西 他就是 很复杂 那这时候你遇到黑天鹅事件 你能躲过 你就 比较好 你能抓到机会 你就变有钱 所以后脑勺很重要 那至于上眼瞼跟背后是什么关系 我们刚讲到有很多的机会 对的发现 可是你会发现 长线下来最后赢的人都是尊重长线价值的人 就是巴菲特所讲的 大家都有机会变有钱 但大家不愿意慢慢变有钱 而上眼瞼比较后跟背比较后的人 他比较有趣 他代表他囤积脂肪的效率高 然后他的父亲或是他的爷爷 可能就会有很多喜欢囤积东西的过程 所以他们会习惯累积 击沙城塔 所以长线来看他最终是会获胜的 例如说反倒30年50年 有这样特质的人他有这个习惯 他慢慢累积之后最后都会变成一个 相对巨额的财富 所以来看的话 一个是你祖上积德瞬间报复 一个是你长线累积会有钱 所以这是我们来判断这个最终会不会有钱的一种方法 好那么到底 这个 怎么样叫会有钱 按照简少年的讲法 就是 要长线累积 巴菲特的滚血球理论 对对对这个适应于所有人 到底这个为什么 言简后啦背后啦就表示他会长线累积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内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是简少年先生谈到的新书啊 时报出版给他出的 叫做 现代生活算命书 他是让有个小标叫让神秘玄学 轻松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那我刚才讲过我从来不谈这个 孔子讲的不自生焉之死 所以对这个命向啊 通常我是 就是我会听听了但是 很少在节目里面讲 但是因为这本书蛮有趣的 他有些现代的概念 比如说你 你刚讲说后脑勺 这种东西其实是有 比如说西方人因为他是趴着睡 所以因为趴着睡他是脸就比较小 然后呢 后脑就比较好 那我们小时候都是躺着睡 躺着睡后面其实都是平的 那 但是趴着睡后来还没有说 可能会呼吸中止 所以现在又 现在又不鼓励小孩趴着睡 或是 至少要在小孩床下挖个洞 让他不会 憋死 等等 那我听说 这个就是跟 其实习惯有关 比如北方人 大陆北方人睡 冷 冷嘛 那很硬啊 每个头像 都是平的嘛 那怎么看 没错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也 牵扯到很长边问我说老师看向可以看外国人吗 我说很重要是你要跟同温层比 你不能拿外国人的鼻子比汉人的鼻子 他们鼻子全部都是高的 但是你要外国人比外国人他们就分得出来 他比较高 我没那么高 所以就像赵大哥刚刚讲的 后脑凸不凸是要同温层比 比如说台湾人跟台湾人比 你不能拿一个台湾人 不然跟一个东北人比 那基本上你们的后脑袋结构就肯定不一样嘛 这同样有趣的是我那时候为了证明这件事 我找了一个印度的相法 然后翻译了他 你就会发现印度人会看一个地方 会看眼睫毛 因为汉人眼睫毛都很短 都看不出什么 他们眼睫毛很长 所以他就说眼睫毛比较直的人做事比较干脆 眼睫毛比较弯的人做事比较浪漫 眼睫毛比较多的人体力比较好 比较少的人比较适合炒股票 就发现这个就是那个文化城 他的那个状态里面听起来有点道理 听起来有点道理 就是 多的话其实毛发多嘛 对 某个角度看 那背 就是你这背 有些人的确背很厚 那虎背熊腰背 有些人就很单薄嘛 是啊 就是 一拍就会倒 对 那所以这个 背就脖子后面这个背 所以 按照你的书来 因为很多人很不喜欢自己的背 很厚我觉得背不好看嘛 对对对对 那种纤细的搞个后背 然后呢甚至脖子都 就都揍揍起来 按照你的书上 这些人应该很 很高兴因为觉得这是好命 是有钱的象征 没错 而且他跟胖瘦真没有关系 原因是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剧很有名 叫艾蜜莉在巴黎 我们曾经还做了一集是看着那个剧 然后 看那个女主角的背 是超模 但是你看他脖子到肩膀这段超级厚 是看不到骨头的 他整个人手什么都超秀的 所以其实背后这件事真的会决定了你这个 到底会不会容易有囤积钱财和获得钱财 如果你的父母跟你的长相有这个习惯 自然你就是 富二代富三代 或生活比较滋润 对我们常讲说你要这个事与远方 所以有人帮你负重前行吗 所以 这个背后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判断式 耳垂呢 耳垂 耳垂比较好笑 大家一想去耳垂越大越好 反正老人耳垂都很大 因为地心引力出来是这样 为什么 就因为地心引力 其实耳垂这份的组织跟脸颊中间的 跟脸颊很像 你知道有一些我们讲的那种 就是 这种我们叫 撒满文化 他们会穿过那个脸颊 再拔出来 证明他们有污力 不会有事 但其实这就是这边的肉本来就是 会愈合的 他跟耳垂一样 所以耳垂跟 脸都是会随着地心引力的 吸斩越来越往下 越来越往下 那这东西变成说 耳垂的大小变得 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如果他从时间上会变大 所以其实耳垂要看的是什么 是看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 大概在 刚出生到十几岁的时候 如果他耳垂就很大 对比其他的小孩 那这个就是很有意义的 代表说 这个人也一样 他的消化系统 通常比较强 然后囤积脂肪能力也比较好 就容易有 祖产 对但前提 还是要综合其他 只是他相对容易 另外我觉得因为活得长嘛 活得年纪大 耳垂就长了嘛 所以说到比较长命长命 这是英国 导狗唯一的过程 到底是因为他活得长 耳垂大 还是因为耳垂大 耳垂大活得长 对 好那 另外 就是 你说 脸 脸一亮就开运 原本有一篇叫脸一亮 你是强调 亮很重要 对不对 对就是在 整个古书里面全部探讨都是脸亮不亮 就是说我们讲脸色如果很暗 很清 像一个灰尘上去 这个人就最近比较倒霉 脸很亮他运气就会比较好 整个脸看起来龙光焕发 那后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 很多大老板他们无时无刻脸都是超红润的 然后呢 高血压 除了高血压当然是一种 可是也有一些高血压但是过得不太好的人 他脸色就比较灰暗 但是我们后来的理解是 如果我们从生物本质来看 脸比较亮其实简单来说就是 气血循环比较好 那这个人如果气血循环比较好 他就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自然他就做事比较顺啊脑子比较清楚啊 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就脸色不好 气血循环不好 做事情就急躁 要不然就做错决定 所以他就比较倒霉 所以我们说要维持脸量 那维持脸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是早睡早起我发现 不是抹油这样 不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没睡饱啊 对所以我们想说你睡饱脑子就清楚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未来就会有个好运嘛 对啊 我记得因为陈水扁 那时候好像连任的时候还是反正干嘛 就觉得怎么能量啊 我都怀疑我说是不是抹油 可以把它抹抹很量 不太像那个自然的量嘛 但是又不知道 是不是哪个高人告诉他要量 看起来量运气还好 等等 不知道有一段时间真的 哇这个都量量的很量很量 那 你想这搞不好有点道理 有一次我去 殡仪馆第一殡仪馆 那这个 看一个将军的丧礼 去的都是将军 将军还这样 我就看那些将军 每一个 就是黑亮黑亮的 黑亮黑亮 这很难得 因为他是军人嘛 所以他可能要 比较超嘛 所以比较黑 红红黑黑亮亮 就脸都这个样子 我现在将军一定要 这样的变将军吗 还是他变将军以后 脸就变成这样了 这是真的是 亮 而且是黑 不是不是不是很黑 就是 红黑红黑亮亮亮的这样 所以 因为你要知道当军人当然就是不容易的 对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才能有出那么几个将军 我刚在面相上你这边也讲说眉毛越淡越冷静什么意思 就是说眉毛发越浓密的人他比较浪漫 然后比较比较冲动 但毛发越淡的人他其实越冷静 那最后我就研究之后发现 我发现那些炒股票炒很厉害的人 一般都炒蛋 所以我发现 不激动就是 对因为炒股票本身是要一个很有纪律很冷静的过程 他如果很有情绪恐慌他就会容易输钱 所以就发现 在越旦在现代的这个快速变动的社会里面 他能抓到这个稳定是蛮厉害的 是那当然面相是蛮重要的 你这边特别也对额头 鼻头 卧蝉 鼻梁 人中 你说不管哪里发亮就好 只有某个地方发亮鼻子发亮眼睛发亮会这样吗 会 就是说他可能只有鼻头很亮 因为有时候可能照到你看我的脸吗 我脸看起来整个是比较暗的 但是我的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很亮 就这里白白的 对 那这对比我的额头和他就是显得比较亮 那这代表因为耳朵代表外跪人 所以我最近外跪人很多 上很多节目 所以这块就会比较亮 就是这样 你看那么细 我真的很少 很少看我的脸到底怎样 他这边比较亮都看到了 对 我每天会观察一下自己 真的 会变是不是 都会变 而且跟你的心态很有关 就你今天一旦落入那种执着 或你发现就是所谓的佛教讲贪嗔痴 你会发现你暗得很快 因为你的心不定 对尤其是你知道最近这个 我们股市暴涨暴跌 你发现大家脸就比较暗 因为他心不定 对就会有这样的状态 那你只要调整自己心态 就会发现他亮了一点点 财 财富跟鼻子有关是 跟鼻头有关 鼻头不是鼻子 只有跟鼻头 就鼻头对 就鼻头如果越亮 那他最近就越有钱 那如果鼻头长痘痘又红色的 那代表最近破产 那最近股市正大盘不好 所以大家鼻头可能都红红的 回家可以照镜子看一下 那鼻头有肉没有大小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肉没肉这个东西比较有趣啊 鼻头有肉没肉跟一个人的这个欲望有关 就鼻头越有肉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欲望越强 不只是财 性 各方面他的欲望都比较强 所以他自然比较容易有钱 要动人嘛 但是鼻头比较窄的人 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精神想象的人 他在意更在意意义 他没有那么在意这个欲望 他更在意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很够了 那脸还要看什么地方 脸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其实灵魂之窗是最重要的 就是眼睛 那怎么样的眼睛叫好 其实黑白分明就是好 如果你发现眼睛充满血湿 其实你就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你做的每个决定 都属于不在很健康 我常开玩笑 我说 你不会在发烧40度的时候 签合约买房子吧 但是 你常常在你今天身体不好的时候 去做了很多决定 甚至是很关键的决定 那其实这个都是倒霉的原因 好那么 现代生活算命书 有很多现代的概念在里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的访问是简少年先谈他的 简少年现代生活算命书 时报 时报出版处的 那毛发 你这边特别 毛毛 毛发那么重要吗 毛像 毛发非常非常重要 那到底怎样 这个毛像还比较有趣 就是 一般人说 脸上的毛发越少越好 例如说头发 头发就要怎么样 我们讲头发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头发很少 不好看或干嘛 但其实头发很少有一种状况是 你的头发很细 很软 我们知道头发越细越软 是最容易分辨富二代的一个做法 你去看这个很多很多的富二代头发就又细又软 那很多说老师可是我自然卷啊 我自然卷怎么会细 我说你看外国人外国人头发很卷 可是也很软 越软的人呢 他的性格就比较怎么样 比较平稳 他不容易说急躁 不容易好奇 做错决定 所以毛发的这个特质是真的很重要 要软 然后最好是不要多 但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有长 不能没有长 例如说眉毛这东西 眉毛越淡越好 不代表没有长是好的 没有长代表说你的这个养分可能有点问题 我觉得要长 只是比较淡而已 不能说没有眉毛 像赵大哥你的眉毛就是超级好的眉毛 很淡 对因为你眉毛很淡 可是都有长 你并不是后面没有长 这个呢 是我研究很久之后 他符合一个特性 是以前我们看三国志讲的 白眉马良 就是眉毛很淡有长的人呢 他做事情呢 哎怎么样 条理分明 然后呢 他的贵人会很多 因为他很知道 怎么跟人应对进退 所以这是一个贵的眉毛 对那这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 跟你交往很小心 你一来就看人家到底长什么呀 哈哈哈 职业病啊 对 这个 一定是这样啊 那像我弟弟是牙医 每次看牙齿 哈哈哈 也是我病人忘了 牙嘴巴张开 一看牙齿 我记得你了 哈哈哈 看过这个牙 其实我是这样 我头 我非常软 我的毛发非常软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脾气好啊 你脾气好什么 你脾气哪有好 对啊 不是人家都讲说 毛发软 脾气好吗 他们说 从你身上看不出来 哈哈哈 好那 所以这边就说你 毛发 另外就全身有些人全身都是 都是毛 腿上有什么到底好不好 我们要讲这件事 在面相学逻辑里面有极端 必有他特质的好处 例如说全身都是毛 就我们刚讲是毛发很少 我们讲一种毛发超级多 明明是汉人却有老外的那种 绕筛湖整个好 他通常是代表他非常急躁 这一种的是边疆武将阁 就是说他 打仗很好 对他就是读书可能不容易很好 因为会一直捣乱 搞不好当黑道可以当老大这样 对或者说他甚至当黑道可能都 在台湾可能都与所不容 所以他都必须出海 这样的人可能到了美国 到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日本 或这些远方的时候 他就会很大的发展 原因是因为他很敢 胆子很大 体能很好 所以他会在那个风险的缝隙中活下来 成为幸存者偏差 所以他有他的 他的 长处本事跟长处 对对对 但是这种好通常 不耐久 为什么 因为年纪越大 你很难一直冲 你体力是有限的 所以最终容易就是 出一些问题 所以还是认为 眉毛和各种地方 还是 但越淡是越好 因为这样的人他比较 能长保盈态 不过就说 像我女儿 他也是那个毛发非常软就很生气 我就遗传到你的坏遗传了 那么软 因为他很难整理吗 对 那种发型是最讨厌这种软的 细的 很 他就要搞半天的 他如果硬的一下子就吹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 有一好没两好 智 到底智是怎样 智到底怎么怎么样叫好 怎么样不好 好就是我们发现 研究者发现这些智呢 古人会给他取很多很好的名字 有什么双龙抢猪啊 怎么明珠出海啊 我就是说我在 比如新公园 路边看一个算命 一个人体像 字啊 这个字怎么讲一对 所以字很重要 在面相来讲 应该说字这东西其实会代表的 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说 他长在你面相上对应的地方 会有对应的五脏下面的瑕疵 那这个五脏的瑕疵 有时候会带给一些好处 举例来说他如果长在肝脏的位置 你会是一个容易睡眠有问题 并且感情有问题的 因为脾气不好 但是你在工作上会比较结束的表现 因为你很果敢 勇敢拍桌 努力前行 所以他的确会代表某些好事 只是绝大部分的字 还是跟手蚊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都是 身体疾病的反射 所以呢 如果有字 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对应的那个部位 他的健康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 什么好字坏字 到底什么美人字 这个字 到底是怎样 我们研究出来就是你面向上不同位置的字代表的意义会永远不一样 举例来说眼瞼下面的字大家叫做爱哭字 对就是长在这个眼下方大家说这个爱哭字 那为什么他叫爱哭字 其实你会发现因为那个地方 跟人的心肾之交有关 他影响到一些肾脏的状态 这样的人呢是容易的确没有安全感 和容易低潮的 所以他爱哭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点恐慌的问题 那个现代的话 他容易在压力太大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这个就要去常常锻炼和喝热水 才会比较好了 还是有化解的方式就是 有这样从健康面去解他是比较好的 卡因 你这边提到 我也是有听到 卡道音 我是没卡过的 什么叫卡道音 卡道音我们研究了很久都觉得他是一种 灵体的共振 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的理解会比较好 以前古代的大家认知就是有鬼跟着你 那到底为什么要跟着你 后来我看了一篇 就是对于这个化学粒子量子力学结构 这我觉得比较有趣 他说我们如果 到粒子的大小 我们跟桌子应该是都是一个粒子 只是我们组成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桌子是桌子 我是我我穿不过去 所以这个逻辑我们就想到 他其实 同样逻辑是你的情绪 会跟某种 我知道空间的物质吧 可能有人性的物质共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恨意很强的就会有一个恨意很强的跟着你 如果你是很沮丧的就有个沮丧的跟着你 所以你执着的方式越不同就容易被这个所谓的因跟上 但如果我们常讲说什么感恩爱能量比较高 那可以反过来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超级有爱的人 就有这个爱的物质跟着你 那就是卡到神了 那就是变成好事情了 对 所以就是说要积极正面一点 不要老是那种很悲伤 忧郁啊等等 就是 反正这些都跟着你就是 没错这就是物以类聚物以类聚的状态所以要常常感恩 后来我遇到一个原住民的 这个祭司他也跟我讲他们解决不是用符咒干嘛 他们说就是感恩 他说你一感恩你会发现你就看不到鬼了 鬼就离开了 原住民是这样想 对他们那个祭司来讲就是说感恩 他就会 能量会提升 他就不会再看到 所以我们以前讲说 他洋气很重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对 没有负面 他很正面 正面 风水到底有没有用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这样讲我认为风水跟球鞋很像 就是说你穿一双好的球鞋 可以避免你打球扭到脚 可并不代表你可以打赢姚明 姚明穿拖鞋还是打赢你 差点远 对所以他有一个好处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你穿错鞋子 你会超容易扭到脚 所以风水这东西 他的逻辑只是教我们去分辨一个房子 是不是符合你的脚 那你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这个认知 所以买的时候随便穿 出事的时候想不到是因为鞋子 那我们在里面就告诉大家你怎么样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鞋子 让你穿着好 不会这样扭到脚 这样就好了 嗯 除了你刚讲的阳台啊 这个不能杂乱啊 这个等等之类的 那中水最最简单的你这边有一个超简易风水找房知识 到底怎样 山管人丁水管材什么意思 山管人丁水管 我常听到后面有山前面有水最好 有靠山前面有水是这样子吗 那些很难找到后面有山前面有水的 好他的逻辑其实是什么 其实这个很科学的东西啊 后面有山代表是可以挡风 所以你不容易有台风来或这种暴风的时候不容易打到你 因为你后面有山所以你的温度比较稳定 那前面有水是什么 你可以种东西 所以你可以取水种东西就不至于饿死 然后再次水也有调节温度的作用 所以这其实在整个讨论是人体在这个空间舒服与否的一个状态 那超简易的风水逻辑就是我们教大家就是要像山洞 周包都缓起来前面有个孔 然后你的温度很保持不会太热不会太冷 那这就是一个好风水 因为在里面是舒服的 那一般大楼他们 基本上很喜欢边间 让你这样讲话边间不见得好 就是应该说风太大就不是好事 因为风太大的时候就违背了我们刚刚讲 他可以挡风啊整个状态啊的一个设计 所以想想想房子把它想成一个山洞 特别提到旁边是一个山洞 如果他说前面如果公园也不错表示一个洞这样进来这样对你很开阔你可以看到狮子会不会冲进来你可以准备防御 另外你讲说格局要方正三角形不好 对这其实是一个气流的逻辑啊 就是说你如果有三角形有边的你会发现这个气流就卡在那个角落 那久了之后他就会比较脏 那也就我们常讲磁场上的问题导致你会有一些状态 另外一点就是视觉 就人类视觉是很敏感的 如果你看有东西一直是歪歪的你就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就会出问题 大概是这样 所以方方正正 好这个现代生活 算命书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康你回到赵少康是你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是简少年先 谈这个时报出版给他出的现代生活算命书 那这本书很简单啊也不厚那 我深入浅出很有意思 面相 这边你这边提到就是说爱情 刚刚谈过面相吗现在谈爱情 你后面还有谈事业 那很多人很关心爱情 有些女生 算命很关心这个 那 到底怎么看就是什么样有的人说他就是没有桃花 有人说你这个烂桃花 那桃花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另外就是明星你说你有明星命吗 为什么有人就可以很红啊 有人就是不行了 这好像也没办法 我们常说一出来哇 知道他就会红了 真的有些人一看就知道说 他将来就会有人说哎呀算了 你怎么也红不了的啦 等等 天啊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有些他自己不知道 要怎么弄 怎么看 我觉得两个就是所谓的 一个桃花的好坏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回到你的生活中 就是 有的人他没有认识到他的偏好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从算命之后 我说你的这个夫妻工很烂 他说老师那我他没救了吗 我说你只要从偏好修正 当然你喜欢的对象可能真的有很多危险 例如说你总是喜欢去夜店找男朋友 那你一定会爆炸嘛 我说你就是喜欢找一个很喜欢喝酒的男生 那也是爆炸概率很高嘛 就类似这样 这是爱情方面我们告诉大家 怎么去从面相跟手相等等去分辨你到底是怎么了 那如果明星命这件事又比较特序 他也跟桃花有关 就你会发现这个会红的人呢 他大部分有一种很魅的魅态 那他不是他样子好看 他是他从眼睛上面你会觉得 他很魅 他的一举手一头竹一个眼神 都会让人家觉得很喜欢他 但那种眼神的是心态构成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一个很魅的心 你居然长得很好看 你也很难站在那个地方 因为你一开口 你就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说 他其实跟我们传统色相上说好不好看 不一定有直接关联 反而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会让他觉得很容易红 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长得好看不一定会红 也的确了 因为红的各有各种各种不同的人 各种不同的特质 第一个你说眼睛要很美 三根要很高 就鼻子这个三根要高 为什么呢 三根越高的人越有自信 然后呢 理论上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当我 最近上节目之后 我发现我当艺人其实很累 就是你要很能操 睡眠时间也不太够 然后三根越高 代表三根比较高的人心脏比较强 三根很他的人心脏不好 所以就不容易被操 所以如果你要红 首先第一个你得有自信 你会在面前展现自我 被酸民攻击不会崩盘 第二个你得很能操 一直一直上节目 一直表演你才有机会变好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 因为这样而构成的关键 所以三根高 另外耳朵要高为什么 耳朵高的人是 比较容易在小时候红 因为耳朵高越高的人反应越快 那这反应越快的时候 你在小朋友如果反应快 大家觉得他很聪明 所以他就容易在年轻的时候红 另外什么叫屁股下巴 屁股下巴 是像周润发那种 周润发就是下巴中间有一条缝 或黄晓明 那这种人的特色是什么 很有趣 屁股下这个位置 他们在研究上发现说这个跟小脑有关 所以如果他中间有一条缝的人呢 他的 小脑思维跟大家不一样 他在艺术思维上与众不同 所以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 那这时候他就容易在演艺圈就是出名 那另外你这没有提到背后很重要 背后背的后可以比较久 红的比较久 对就我们刚讲他对于长线价值 他的认知比较好 他不会一红就有大头症 他会缓缓累积 那这样子久了之后 他就会红的更久 职场也特别提到 另外你提到说人真的有金木水火土 那个形状 对因为说他的这个人可以类比成金木水火土 然后你会发现性格真的是有点像 例如连很方的人他的确是比较有规则的 那连很圆的人理论上他的确包容性是比较强的 主要是这样 嗯 好我们时间不多了 你做个结论好了 你这个 这个 你是看很年轻 你搞了多少年了这里面 在这行里面 我从15岁开始了 快20了 我现在35岁 也蛮久了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 这个听众大致讲一下 这个到底该怎么样 注意什么 或你的心得 好就是我简单的讲 其实所有的算命学的逻辑 最后都是回到我觉得道家的逻辑 就是清静无为 就任何事情你只要发现你心不清静 他会让你不清静你就不要做 因为你不清静你就容易 患得患失 最后反而会怎么样 沉沦苦海 所以所有的算命 所有的工具都是为了帮助你更清静 那你认识自我和长期观察自我之后 你就可以更清静 那你生活都过得更舒服 所以还是去用清静来检验 其实就可以以一个道理应万变 清静无为 那么另外讲说说这个 命好不如运好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你如果清静 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对的事情啊 那这有的人很有钱 有的人很穷 可是你事实上你不用跟他们比啊 你是跟自己这样的状态比吗 所以运好就是你现在清静 你做每件事都舒服 那自然是比较好啊 好 那么 这个简少年年纪不到 不过已经体会出人 很重要的道理 清静 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 谢谢简少年 谢谢 现在生活专门书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